哈喽大家好 我是阿菲头 今天呢要跟大家分享一款 月诗风吟的密集精华气垫霜的小评测 那我相信气垫霜呢 应该大多数妹子都已经不再陌生了 那我个人用下来的感觉呢 就是觉得气垫霜比起一般的这种粉底来讲呢 它的一个光泽感和水润度会更加好 所以呢非常适合 干性肌肤啊 或者是很喜欢含制那种 咚咚水光机效果的妹子们来使用 那另外呢 气垫霜霜还有一个好处呢 就是因为它非常的快速和方便 你只需要用小粉铺呢 这样轻轻拍打在脸上 一个底妆呢 就可以很快速的完成了 所以呢今天我就会用这款 月诗风吟的密集精华气垫霜 来打造一个非常快速的好气色妆容 那么为了让大家呢 能够更好地看清楚效果 所以呢我会先上半天的脸 那气垫霜的方法呢 相信大家已经应该都会已经使用了 就直接拿小粉铺 轻轻按压气垫 之后呢就可以拍上脸上了 建议大家上妆的时候呢 都使用少量多次的方法 这样拍打的方式呢 也可以让我们的底妆更加的服贴 那像我们的鼻翼 还有眼周这些地方呢 在沾取气垫粉霜以后呢 将我们的粉铺对折 然后轻轻按压到这些边边角角的小地方 一个简单的底妆呢就完成了 大家可以看到这边呢 明显更加的水润有光泽 半边的底妆就上完啦 因为它含有一个绿茶子的精华 所以呢可以有一个长效保湿的功效 所以可以看到这边呢明显更加水润有光泽 而且肤色呢也均匀了不少 像我们的黑眼圈啊 还有一些鼻翼旁边的泛红 都可以遮盖得七七八八 好啦一个自然的光泽感底妆就打造完成了 是不是非常的方便呢 因为它非常水润的质地 所以我们的底妆呢就会非常的服贴 不容易卡粉 而且一天都会保持这样水水润润的光泽效果 就好像自己天生的好皮肤一样哦 最后呢只要涂上自然的眼线和睫毛膏 然后擦一个好气色的口红 每天早上再也不用花很多的时间去化妆了 只要短短几分钟就可以出门啦 大家一起来试一下吧 我们下次再见咯拜拜